我叫邓浩吉 是中国重庆一家进口水果企业的首席运营官 今年6月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重庆迎来了一粒满载500吨泰国榴莲的铁路专列 这是泰国榴莲第一次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班列 从境外直达中国西部 对于进口水果而言 用时越短意味着尽可能的能保证果品的新鲜程度 生长于热带地区的榴莲被人们称为水果之王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欢迎 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是全球优质榴莲的重要产区 以前泰国榴莲要运到中国西部地区 需要很长时间 进口量自然相对较少 西部陆海新通道开通之后 中国西部与东盟有了更快捷的物流方式 尤其中老铁路开通后 开通榴莲专列就变成了可能 如今 从泰国果园出来的榴莲 会用汽车集装箱运至老挝的铁路战场 经中老铁路运至中国 通过配送体系快速抵达各大商朝 与消费者见面 随着物流效率的不断提升 进口榴莲的价格也逐渐变得清明起来 这些年我和同事们已经里计将2500万颗 泰国榴莲带到了中国市场 这些榴莲临连接起无数的中国消费者和泰国果冬 快速成长的中国消费市场 让许多泰国榴莲种之户 也能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红利 新的中国有 whom 你会拥有钱的地道 继续和生亚的地道 到了中国买有所感变得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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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职了 在不同的地道上 ер国都今天的地道 和我们必然为主要berry 都城市场 是太太的 是太平洋的 而我們有更多的 以及我們有一次 有分析的 設計的 和財政總統 各地的 然后来往外白带并去一路 能带一路选择 那是实际感慨的往外 这些伴侣养头 来办理好三个月 马云康 下一步 我们还将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 打造东盟农产品集散交易中心 让更多东盟地区的产品 分享中国大市场的红利